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四 今天盘前我们跟进一下市场的情况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我们先看台积电的财报 台积电第一季度净利润2027亿元新台币 预估1860.6亿元新台币 4月14号消息 台积电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 那么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是2021亿元的新台币 预估是1860.6亿的新台币 远超了哈 营收4910.76亿新台币 同比增长35.5% 公司第一季合并营收约新台币4910亿8千万元 税后纯利润约新台币2027亿3000万 每股盈余为新台币7.82元 折合美国存托凭证每单位是1.40美元 与2021年同期相较 2022年第一季营收增加35.5% 税后纯利润及每股盈余则均增加了45.1% 与前一季2022年第一季营收是增加了12.1% 税后纯利润增加了22.0% 据啊这个这个台积电这个表现还是ok的哈 那么昨天我们也跟进了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东西哈 今天我们盘前呢继续看一下啊 为什么因为啊近期啊这些半导体领域的都在创新低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去再跟进一下 谷歌呢计划到2030年实现数据中心全天候无碳能源运营 据CNBC的报道 谷歌的能源总监MT表示 随着互联网的整体使用和其业务的增长 谷歌使用的能源量也在增长 同时谷歌已经制定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目标 即到2030年实现全天候的无碳能源运营 自2007年以来谷歌声称它已经实现了碳中和 这意味着这家科技公司购买了相同数量的碳抵消和可再生能源 使公司的净运营碳排放为零 从2017年开始谷歌已经将其总用电量与购买的可再生能源相匹配 这第二阶段代表了一种改进 但仍然意味着谷歌有时会使用来自排放二氧化碳的电源进行运作 谷歌的下一个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实现 即全天候使用无碳能源运营 这意味着谷歌每天每时每刻都将使用从附近的区域电网购买的无碳电力进行运作 据了解无碳能源是指在产生能量的过程中没有碳原子的参与 不会产生有二氧化碳 比如风力水电或太阳能发电 好吧这是一个大势的索区 特别是能源稀缺的国家尽量实现碳中火或者是无碳能源这样的一个供应 届时世界的格局将再次重新变化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标普白指数7赫目前是微跌0.02% 那么今天盘前亚洲欧洲交易时段给出了一个相对小的十字星 那么这个十字星一方面是多头再测试一下空头的抛压 很显然抛压并没有像之前这些阴线这么强 也没有像这个阴线这么强 同时多头也没有选择猛烈的上拉 表明多头还是有所忌惮的 他忌惮什么 忌惮的忌惮抛压很重 也要测试下美股时段 就美股交易时段空头的一个压力 坦白的说从昨天多头强势的上行这么一段 特别是纳萨克上行了一段 就表明多头有意愿去回归 但是我们说过当前多头还面临着较多的信心问题 那么后续会不会延续多头的走势呢 这也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 那么在日线级别我们看到标普白指数期货 如果在mcd方面还面临着较大的一个短期超短线的一个阻力啊 也就是说还是一个死差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有可能在这里震荡 甚至在恢复到空头的波段也是较为可能的哈 也是有一定的可能的 那多空上方都应该怎么办 那么多头呢 如果昨天啊 你已经做了一个超短线呢 可以先拿一拿是吧 那么空头呢 我是觉得不能轻易的去啊 看长空 而是即便是做空也是快进快出那种空哈 那么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等待一个相对稳妥的点位啊 比如说回录啊 再直接再去选择做多单会好一点 那么会不会再下跌呢 啊这种概率是有的啊 我们啊不能啊 这个盲目的乐观 为什么 因为市场的情绪啊 目前还不是特别的 特别是多头啊 对市场的一个乐观情绪并不是很强 甚至啊 中性会偏微悲观一些 所以呢 多头呢 尤其要注意了哈 那么空头们 呃面临啊 近几天的这种反复震荡行业 也应该注意超短线的一些交易的风险 应该啊 秉持快进快出 这样好就说这种模式啊 去布局空单 对吧 好 这就是近期的一个走法 那么后续 会不会延续强劲的多头走势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方的阻力区啊 还很密集啊 还需要进一步的洗啊 究竟会怎么洗 不清楚啊 这个洗盘 我们之前啊 现在已经走完五浪了哈 那么接下来就要猜了啊 就要分析每一根K线的意图了 对不对 因为五浪结束了 你不可能啊 再用五浪的一种理论去分析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先啊 看震荡 先看超短线的一个震荡行情 看一看啊 东方双方在呃 特别是在多头啊 能不能在下方这个支撑区支撑住啊 好 这个是标普 其实接下来的行情比较难做啊 特别是今天 好 我们看一下纳萨克 盘前微涨0.11%啊 微涨0.11% 那么在日线级别同样面临 MCD是死差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 我们看到啊 实际上在昨天啊 反弹之后呢 那么今天亚欧时段呢 是小幅的上拉啊 到了中间这个阻力区附近啊 到这个阻力区附近了啊 所以呢 今天有可能稍微往下瞪一下 然后啊 再选择上行 好吧 那咱个啊 整体上波幅相对较大哈 风险比这个标普啊 波幅要这个风险要高一点点啊 但我个人还是仍旧倾向于稍微停顿一下 就再次尝试向上啊 否则啊 这个市场 呃 就不好做了 就更不好做了 好吧 按照当前这个波段的这个视觉感觉呢 是应该稍微停顿一下 然后呢 再选择止跌 后续呢 多头可能会更有信心一些 好吗 啊 这个就是今天 标普和纳萨克的一个走法 那么罗素呢 啊 不涨不低 那对他来说 我是觉得他上行的概率会略高于 标普和那个纳萨克 因为他本身就是在 一直在震荡行情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道雄思 道雄思现在是不涨不低啊 他和标普应该是一样的看法 就不赘述了 嗯 好 不知道大家现在对市场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大势啊 是怎么感觉的啊 就是特别是这个大盘 有没有一种感觉呢 有人说不敢有感觉啊 这个市场确实是不容易判断的啊 比去年或者前年的大盘难判断多了啊 确实是这样啊 我们要谨慎一点 谦虚一点 那么对于呃 原油来说呢 原油啊 我们在日线上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近期的一个下跌趋势 或者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线吧啊 也就是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上边沿啊 在周一啊 不是在这一天和这一天啊 有向上突破的意图 那么今天盘前呢 又是一个微微的整理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小的十字星K线 微低百分之零点五一 那么后续呢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空头啊 相对较弱势 那么仍旧有可能向上运动啊 向上运动啊 这个是呃 原油 那么原油我们在四小时图上看一下 嗯 急去啊 那么在经过了中间这个啊 小的阻力区之后呢 给出了几根小的停顿 那么在录节目这根 也就是盘前这根呃 四小时图上呢 是给出一个阳线的感觉 那我估计呢 可能要选择向上突破一下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阻力区呢 就在这了 在107 108这一带 或者偏低一点107 嗯 啊 就这附近吧 那有没有可能在这再震一下 嗯 目前看呢 好像多头 没有愿意停的意思 哈 啊 就稍微给了一个小停顿啊 然后啊 可能要继续行 继续往上 好吧 嗯 这个是原油 原油呢 也同时可以画上一个啊 近期的趋势线 那如果啊 今天是一个震荡行情 大家也不要担心啊 他有可能在这里再洗一下盘 我们呢 就顺势呢 把这个趋势线呢 弄得平缓一些 那么后续呢 仍旧有可能向上啊 好 我们先暂时把这个线调整到啊 这两根K线啊 这根K线之下 这样呢 形成一个超短线的一个趋势线 好吧 先暂时是这样画 好 因为多头也不会轻易放弃啊 毕竟你看多头是不是非常的强啊 非常的强 嗯 这原油能涨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啊 不要去猜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 近期啊 在日线级别呢 我们看到啊 这六七根这种小阳线出现啊 微微的上涨 那么今天呢 在亚洲欧洲交易时段呢 是给出了一个下跌 0.54%的一个小跌幅 我们看到一根阴线 大家也不用感觉到奇怪啊 我们说他的上行呢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一直是阳线的 更旺的已经连着六天啊 给出阳线啊 至少连着五天给出阳线 随下来有可能稍微洗牌一下 那么这个洗牌呢 就有可能确定一下 接下来可能的一个趋势线 对吧 啊 不管他怎么去确定啊 我觉得稍微给一些回撤 是非常的健康的 好久 否则呢 多头也不敢一直的就追高 好不好 再看一下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 我们看一眼啊 嗯 确实啊 已经出现了一根比较强势的阴线 那么 陆节目这根线呢 又也是比较强势 我估计呢 要给出一些回落 注意 他的一些洗牌呢 高矮 都非常的随机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说 有一定会在这个支撑区止住 那他可不可能在这支撑区止住呢 也都是有可能啊 所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黄金的一个随机性啊 黄金在我看来是 随机属性最强的一个标的 好 行吧 先看一个回撤 然后等待阳线的时候 再看再一看看能不能啊 这个指跌做一个多 好 这是黄金 嗯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股票 我们还是把一些我们经常跟进的说一下 那么航空股呢 我们之前的策略是什么来着 是慢慢的布局 对不对 嗯 不管你在这边有减减没减过仓也不要怕哈 为什么 因为上方有好多阻力区有待突破 那么在突破的过程中应该会不断的给出一些洗盘 所以呢 多头啊 应该还是要按照中线的思路去慢慢的布局 好 这个是AAL 好 我们看一下大马股 ACB啊 他实际上他完成了两个呃 强劲的一个多头不断 一个呢 是拜登啊 啊 即将要上任啊 就是说大选获胜那一天啊 就那阵子吧 给出了一波 对吧 那么近期呢 这个相关的法案通过了 那对他来说在宏观层面是一个较好的利好 那么近期我们也观察到下跌趋势的一个突破回落啊 那么这个回落和大盘基本一致啊 那么近期我们近几天我们看到一个啊 看到啊 更多的这种阳线出现了 是不是真的要上去呢 我觉得有有可能啊 随多头呢 我是觉得应该去尝试布局多单了 好 这个是ACB 好 但是仓位不要过重啊 因为他仍旧具有一些毛骨的一些特性啊 你看两三天就上去啊 所以不要重仓 你看两三天又给你跌回来啊 所以这个很恐怖的啊 这种图 好吧 同时呢 我们要客观上看到他左侧实际上有好多好多的阻力区 我们画一画 对不对啊 所以上行的过程中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看突破回落这么多时间啊 停顿 然后有可能再走一步 行吧 再往上拉一步 好 这个是ACB 我们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和和那个纳萨克类似啊 估计呢 是有在这里小横盘的一个意图 随后呢 指低之后呢 再做一轮新的多头破断 那么亚马逊近期的一个宏观的走势呢 他倾向于啊 洗盘 所以上方呢 有啊 阻力区去等待他去突破啊 看能不能突破啊 能不能突破啊 目前啊 考虑能不能突破还较远啊 我们需要再观察一周左右的时间再看 好 我们看一下呃 充电桩 BLNK BLNK呢 这个我们是倾向于他慢慢的震荡上行啊 那么现在很显然他经过了一个洗盘之后呢 这个趋势线变得平缓了啊 所以多头多头呢 可以把趋势线这么一条 那么现在多多吗 是的 是的 好吧 非常简单的答案 是的 应该优先选择多多 你看他的这个回撤都是表示的哈 上拉十步回撤六七步七八步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他这个是弱势的震荡上行 直到有一天他愿意猛烈的再拉一步啊 表明他把阻力区都给洗过了啊 你看他所谓 所谓的弱势震荡上行 实际上他是在洗啊 他在洗左侧的这个阻力区 你看这个阻力区是不是很重啊 很密集 所以他需要洗 好吧 这是BLNK 好 我们看一下DOKU 嗯 DOKU 昨天啊 包括这两天有一些止跌阳线的感觉啊 我们不妨把去现在这么一条 这么一条 你就会发现啊 应该优先卷则做多 好吧 这个是DOKU 嗯 我们说一说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和这个福特汽车啊 近期都有右空啊 这样的一个嫌疑啊 按照技术理论呢 我们应该等待一个更高的低点啊 再进 对吧 先来升 再回落 再止跌 再进 那么现在进呢 你的止损就要调的很紧了啊 调到39 给一块钱的止损就可以 去尝试做多啊 那么他这个图呢 就希望他是一个有空吧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一块钱就是你的 止损点啊 或者是两块钱 一块到一块五到两块都可以啊 这个止损 上方可以挂突破他进场啊 不要直接进 好吧 这是GM 我是觉得从技术背上 我们应该谨慎一点 行吧 因为他创了一个新低 不是不是特别不好 包括这个 待会我们要说的台积电啊 或者那个那个半导体领域 对吧台积电放了吗 我们把台积电说一下 台积电也是有点创新低啊 但是好在啊 近两天是一个阳线啊 所以多头进场的话 止损就直接就放在100 或者是98一代 行吧啊 这个也是超delay的 先看一个反弹 因为上方阻力区比较多 先看一个反弹 好 这个是TSM 有网友啊 让我们再啊 我们把这谷歌说完哈 谷歌近期还是大型的无序振荡啊 波段话处理是比较关键的啊 那么接下来又要涨了 又要稍微横盘一下 又要涨 注意他这个横盘应该横一下啊 因为什么 MCD是一个强劲的开口死差啊 死差开口 所以多头呢 要注意 嗯 它是一个大型的无序振荡 好 近期的一些科技龙头股 都是大型的高位的振荡啊 特斯拉除外 特斯拉还 其实他也是大型振荡 特斯拉只不过长得比较陡峭 好 我们看一下 谷歌说完了哈 我们看一下这个NVDA 有网友让再跟进一下NVDA 你看 NVDA 他瞧不瞧 他就是在下边这个地点之下 他就给你指出指出了哈 所以多头今天看啊 如果再出现阳线 再继续进进场做多 那么止损呢 给他 放在210 215 这样就可以了 行吧 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大盘选择震荡的话 那么这些龙头股 应该也选择震荡啊 会选择震荡 它跌的这次比较深啊 比那个纳萨克要深很多啊 他涨10步跌了10步啊 所以如果大盘真的再加加来一两天起稳的话 那这个图呢 应该优先看反弹啊 优先看多头一个波段 注意现在还不是趋势啊 因为空头非常强 空头跟多头啊 等强度啊 等高度了 这是NVDA 好 我们看一下PayPal PayPal呢 他的主要问题在于什么呢 他主要在下大型下跌区线的左侧 因此呢 我们对他的预期呢 应该慢慢的啊 我们之前对PayPal的策略也是 慢慢的去买 最好等到下跌区线右侧再震荡止跌的时候 再加一点仓 对吧 那么左侧的布局呢 都要注意这种反复震荡的一个情况 甚至偏空的一个情况 好吧 这是左侧交易者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接下来一两天还是阳线的话 我估计呢 这就是底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啊 不要急 那么右侧大型下跌区线的右侧 还有再次加仓的机会啊 所以多头一定要有耐心 RBLX RBLX看这个图啊 有点像上的意思啊 多头可以直接进场做多 止损就放在42 或者42块5 这样 说他再下来呢 那就说明 那没什么可说明的哈 我是觉得他下来的概率已经在降低了啊 因为你看洗盘 然后这这两个共同构成一个小的双重底 看他一个底 两个底啊 那么应该优先选择做多 看这个密集的区域啊 他砸不动啊 看两三根就给你展上去 密集的区域都往下砸砸不动啊 表面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在建仓啊 当然如果现在进的话 止损空间非常的小 应该优先尝试做多 好 我们看一下SQ SQ啊 也是在我们画这个趋势线附近呢 他就有指定的迹象啊 所以多头应该有信心 目前呢 走完一浪二浪三浪四浪啊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走一个五浪 注意五浪也有可能提前夭折啊 就到这个145一带的一个阻力区 形成个双重顶再下来 对吧 也有可能啊 突破上去到更高的位置 比如说到200一带 对吧 所以五浪呢 可短可长啊 大家要注意啊 那如果 接下来阳线非常强的话 非常有可能就突破上去 如果比较弱的话 大家要注意提前夭折的情况 五浪 五浪也是比较复杂的一浪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啊 特斯拉我们一直在跟进啊 那么 现在有指定的一些强劲的一些 气 现象 现象啊 所以多头应该适当布局 在这个位置 好吧 那么新布局的一个点 点位的一个减仓位啊 可以放在比如说970 这样的一个位置 作为你的减仓位 比如说你新家的仓位啊 万一啊 这波回撤 没到底呢 那么再下来的话 可以适当减仓 对吧 他不下来的话 说明你这边加仓就加对了 好 这是对加仓位的一个处理 我相信相当多的人都不会完全卖掉啊 都会一直拿着一部分仓位呢 只不过在考虑是不是加仓呢 对不对 对于加仓位的单独处理 就是应对这种情况的策略方法 好吧 好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UEC 那么对油这个资产 我们近期看什么来着 是的 涨 涨得好不好 好 为什么 因为它是 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原材料 又是一个发电的原材料 对吧 那接下来说 近期啊 俄罗斯供应的这个材料呢 可能会有所限制啊 所以这个利好 好 我们看一下星啊 以兴航运 以兴航运 近期我们跟进的是回撤 大家看到没 看回撤 猛烈的回撤 但是我观察到这个多头呢 或者说空头有些犹豫了哈 所以多头要注意了 这部分要横盘了 那么应该适当 布局 或者是等到我们的 比较典型的一些下跌 就是向右侧 我们把这个画的更为垂直一些啊 稍微给它一些空间 让它横盘 上去再回落 再止跌 进场做多 是吧 这个是ZAM 它有没有可能跌破啊 所以呢 我们不去猜啊 它是不是真正的顶 我们要看到那些 大型的止跌阳线出现啊 我们再去布局多单 好吧 好 今天啊 就先这样 今天的行情比较 比较复杂啊 坦白说 今天的行情是相对来说 复杂一点的行情 大家一定要谨慎一点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